不过就在优化公车专用道上路第一天 却发生了车祸意外 一辆乡型车在没有在当时是变换车道的时候 因为没有注意车前的状况 直接撞上行径当中的童年客运 公车开在专用道上 后方的银色乡型车突然迎头撞了上来 几乎完全没有减速 公车被撞的车体摇晃 这辆银色乡型车在台湾大道与京城路口 准备变换道慢车道 因为没有注意到前方的公车 已经紧急刹车直接追撞上去 第一天就车祸了 急着牵出去 这个比较严重 很严重 三行车左车头凹陷 还好当时车内的乘客和驾驶都没有人受伤 影片一泡上网就有网友耶鱼 第一天就撞车 简直破了BRT的记录 更乱了我觉得 因为太多车这样子 BRT车道改成公车专用道 每天有上百辆的公车行驶 半次增加能够直达海线 但是的确在变换快慢车道当中 危险性增加 初步研判是后方这个自小客户车 自己输为注意车前状况 造成这起交用事故 优化公车专用道 上路第一天就发生车祸 还好只是小擦撞 但也显示出BRT政策改变 路上的驾驶开车 也要多一份注意力 记者零结尾信心中 台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